把镜头转向北京 我们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明天就要启程对美国进行访问了 中国媒体许多对这一次的访问 认为这一次访问有很多的杂音 认为这是习近平针对这种迎难而上 所进行的一次访美访问 到底这一次的习近平访问 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 对于美中关系之间的分歧 又能否化解呢 我们下面继续通过连线 邀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 来问我们报道有关的情况 东方你好 玉文你好 是东方我们也知道 美中之间一向存在非常多的分歧 中国媒体方面对这一次的访问 甚至还说这是一次 有相当困难度的一次访问 跟我们谈谈在北京方面 中国政府对于这一次的 这次可以说是奥习会 能不能够化解美中之间的分歧 中国政府有什么样的期许呢 是的 中国媒体呢 对这次访问呢 就非常的热门 他们认为呢 这次访问是一丝历史性的访问 但是呢 他承认这次访问 有很多的杂音 并且认为这次习近平访美呢 是迎难而上 肯定是有很多的困难 不过这些杂音呢 主要是 他们说是来自美国的 共和党候选人 有时候共和党候选人 川普就说 不给习近平国宴 让他吃麦当劳 那么另外一个 共和党候选人 这个沃克呢 也说是 要奥巴马表现出骨气 取消对习近平的邀请 这些新闻呢 在中国都被广泛地传播 另外呢 刚刚的孟建柱的访问 没有要回应完成 美国只是把 一号通缉令里边的 那个杨秀珠的弟弟 杨进俊 交给中国遣返了 而中国呢 我们也看到 并没有在习近平访问之前 释放刘晓波 高瑜 胡志强 这样的这个 pike file 就比较著名的 是不同征年者 而放了一个 这个郭玉闪 所以呢 现在看来啊 习近平上任呢 已经有三年 他未来还有七年的执政 他如何处理美中关系啊 确实值得很多人的关注 那么奥巴马呢 相反 他已经八年快期满了 即将卸任 所以呢 很多媒体都认为啊 这个习近平可能会因此啊 在面对奥巴马的时候啊 奥巴马会对他进行各种质疑 甚至批评 那么你刚才也提到的 叫罗马教皇方济各呢 和习近平这次访问呢 撞车 那么据说呢 是美国总统副总统 很多美国最高领导人 都要到机场去迎别 给予教皇呢 一个超级的领域 那么习近平抵达美国啊 或者是到华盛顿的时候 会不会受到这样的接待规格呢 显然是有定的啊 那么这次访问的结果呢 中方也没有抱太高的希望 主要是想管控两国的分歧 不要让这个分歧扩大 影响到美中关系的大局 是东方你刚刚提到了 美中之间确实还存在很多分歧 我们看到在人权 在南中国海 在言论自由 在普世价值种种方面 都存在非常大的分歧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到很多人 把美中的经贸关系 认为是两国关系的一个压仓石 到底经贸议题 能够起到稳定美中关系的作用吗 是的 那么中国官民呢 他也承认啊 这个长期以来 中美关系最稳固的 就是经贸关系 但是呢 现在这块压仓石 这个推进器 那么也失去了效果 两国经贸 虽然呢 带来的是 比两个国家都带来 真金白银的利益 但是呢 不足以推动两边的民意 对这个美国的政客形成压力 我们现在看待金融方面呢 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 反对人民币国际化 在美国也引发了很大的反响 那么在贸易方面呢 现在从对华出口中直接获利的 我们看到还是美国的大企业 其实普通的美国民众呢 并没有得到切身的利益 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 中国经济下滑 故事动荡 出口萎缩 那么中国领导人这次出发 显然不是在中国最强盛的时期 所以有分析家甚至认为呢 中美的中国的经济有大问题 那么上两届政府击鼓传花 把一个烂摊子传到习近平和李克强手上 那么这一次呢 中美的经贸问题 也不再是中美关系的压仓势和推进期了 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郁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